大家好,我是牛妈 最近又开始减肥了 今天给自己做了好吃的全麦牛肉包 200克黑全麦粉 200克蕎麦粉 再加200克中筋面粉 3克酵母 2克小苏打 加入小苏打之后发面会更快 做出来的包子口感也会更蓬松 最后加入400毫升的清水 搅拌成面絮 然后揉成光滑的面团 黑全麦的面团相对要稍微湿一点 最后做出来的包子口感才不会干巴巴色色的 看手上就看得出来 有一点粘手 然后盖上保鲜膜密封发酵 这个时间可以去准备馅料 然后将牛肉切块 再放进料理机打成肉末 打好的牛肉加入一小勺糖提鲜 再两大勺生抽 一勺老抽 两勺花雕酒 一勺白胡椒粉 如果家里有黑胡椒的话 用黑胡椒粉跟牛肉更配一点 然后刚才泡好的葱姜水分三次加入 倒入葱姜水之后继续搅拌 搅拌至水分完全吸收 水分搅拌完全吸收之后 加入一小勺蚝油 一勺香油 然后搅拌均匀 最后加入一勺盐 搅拌均匀之后 加入一勺小苏打 加入小苏打之后 可以让肉馅更加的鲜嫩 口感一点都不会发财 然后继续搅拌上劲 调好的肉馅 可以加入各种各样 自己喜欢吃的蔬菜 我今天要加的是洋葱 先将一个洋葱清洗干净 然后切块 再放进料理机打碎 然后加入肉馅搅拌均匀 馅料调好之后 面已经发好了 看看非常的蓬松 然后揉搓排气 再移到案板上搓成长条 面团比较湿 案板可以撒一点面粉 然后直接搓成长条 再分成大小相等的面剂子 再将面剂压扁 擀成中间厚边缘薄的面皮 再包入馅料 二次饧发至蓬松 二次饧发的过程是很快的 大概十分钟就够了 再放入蒸笼 上汽后蒸15分钟 再关火焖3-5分钟就可以了 看看蒸出来的效果 跟白面包子没什么区别 非常的蓬松 因为加了乔麦粉 有点黏黏的 口感非常的好 本来是做个自己的减脂餐 结果蒸出来 我家老牛一口气吃了五个 真的特别好吃 是那种吃了就停不下来的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 记得关注和收藏哦 拜拜